最想要吃媽媽煮的菜 對 因為每年都在外地比賽 比較少時間回去這樣 那最想要 可是又想到過年 又想要讓媽媽輕鬆 所以很複雜 無味雜誠的心情 大廚的時候吧 記得是打壘球比賽 因為打棒球的選手去打壘球 說真的 其實 如果你沒有訓練還是打不到球的 那個時候球的方向來球不一樣 人家都想說你打棒球應該很厲害 結果你知道打壘球也會三振嗎 或者慢速壘球也會三振 我印象中是全場都笑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打球 結果卻打不好 所以我覺得是蠻球的一件事情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然後也能夠在新的一年裡面 去慢慢的完成你們的目標 短時間沒辦法完成 當然可以用長的時間去把它完成 然後 也希望說你們新的球技也能夠來到球場 為我們加油 謝謝富邦敬年總冠軍 打出全雷打 喊暫停 暫停 你不給 我只好要準備趕快要打 反而是被他敲出了一支全雷打 所以有時候打擊區裡面打者 就是比較擔心就是說 你有太多的時間在準備 你會想的越多 像剛那種幾乎就是本人的反應 你看到球就直接打 你沒有空間去想 會是什麼樣 所以就是跟投球一樣 可能回歸到比較簡單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常講說投打是在互相要干擾對方的節奏 可是 如果要講起來的話 是不是投手畢竟他比較有主動權 對 當然你說 干擾打者的一個節奏 除了你像像魔力 你有兩種 甚至三種 甚至是像Cratle 五六種還給你搖擺 那他就是要來擾亂打者的一個節奏 好 王勝偉敲出來很大 這位老兄弟呢 今年離隊之後來到富邦隊 這這顆球他要收起來 哈哈哈哈 因為是打前東角 他這輩子沒有打過忠義兄弟安打 哈哈哈哈 幾乎就是蹲在紅中的一個位置 讓像魔力用他的球位來壓制打者 哈哈哈哈 這個球意得上了跑者走 但是應該被抓到 沒錯 王勝偉道磊被抓到 這當然也是他生涯對忠義兄弟第一次的道磊次 道磊幫他拆回去 哈哈哈哈 道磊成功的時候可以考慮了 哈哈哈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